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其他人所效仿 这个是以情况而定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遇到的情况也是不同的 这还搞成一件事 我不太明白这里是个什么事 现在是2023年3月20日的热榜榜一 要新浪的 说一个大学生发文称 自己在深圳没赶上车 在未消费的情况下 在海底捞包间留宿了一晚 该事件引发网友热议 质疑其过度消费 该海底捞服务 称其完全可以寻找青年旅馆住 该店公园确实有此事 至于是否害怕效仿 说依情况而定 不少人分享过 在海底捞过夜的经历 对此海底捞官方可无称 目前没有接到 可以通知住宿的通知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做好登记 反馈给负责人 我不太理解 这个为什么可以上热搜 这个是说这个企业有爱心吗 评论 如果不影响正常营业 多了点善意 评论 海底捞没意见 网友有意见了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海底捞买的一个热搜 其实这都是习以为常的一个现象 我本人比较喜欢 麦当劳肯德基的这种文化 不是说他们吃的那个东西有多好 就是你到他那里消费 就感觉到有一种被受尊重的感觉 这是一种企业文化吧 就是没有被歧视的那种感觉 是被回到家的感觉 所以在那里和朋友会面 去那里消费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离我这里不远 有一个麦当劳 每天我不知道从几点开始了 就是流浪汉就在那里一个一个过夜睡觉 然后早晨五六点钟 他们都会很自觉的流浪汉都会走掉 店员也没有说驱逐过 驱逐过也没有把这个当成一回事 去了麦当劳 你很难有那种主人的感觉 就是我要讨 或者自己有主人的感觉 这就上高尚书说 上碑剑上说 我想我想讨店主的主人的老板的欢心 我把他们的赶走 因为没有 没有这种氛围 你讨谁的欢心呢 那老板也看不见你 你说做麦当劳的主人 你真的也太难 他是个跨国公司 当然现在弄成什么公司 我也搞不清楚了 反正他没有这种东西 是吧 那就是流浪汉睡到那里 就睡到那里 也没人管 也没人问 又有厕所 又吃又喝的 很舒服吗 所以说这个 这个好像对于麦当劳 肯德基这种文化的 企业文化的 不叫回事 这个海底捞成为一件事了 那麦当劳肯德基 多年都这样 还不是说一个女生 在那里留宿 天天是流浪汉 又脏 又脏乎乎的 流浪汉在那里 过夜 就是这样一个事吧